主料,玉米120克,大米150克,辅量,水2000毫升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锅内加入大米,准备好新鲜玉米粒,玉米粒加入锅中,加清水淘洗干净,加入适量清水,盖好,大火煮开,用烧子搅动一下,以防粘锅。 在转中火慢煲,煮的过程中,也搅动一下,煮到就变浓稠,关火,整完,放凉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一,玉米要却稍微老一点的,太嫩的不好抹下来,二煮的时候适量加水,它干会影响口感。 三,周,一定要小火慢煲才粘稠好喝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